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因为今天晚上到明天都是安食日的时间 因为今天晚上和明天早上都是安食日的时间 愿神纪念我们的用心来参加 愿神纪念我们的用心来参加 今天晚上跟大家谈分享的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谈分享的 今天我们活着 我们常常会说感谢主,赞美主 也常常会说哈利路亚 但是我们真的从内心里面把神当作我们的福分吗 我们会讲话 但是我们真正的生活表现真的把神当作福分重要吗 如果是 当我们贫穷的时候 我们不会因为贫穷而发脾气 当我们感情受到创伤的时候 也不会因为创伤而难过 因为你把神当作福分 把神当作重要的恩典 当神是一个重要的恩典 所以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所以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就不会影响你这么大的伤害 但是当我们嘴巴再说 神是我们的福分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嘴巴说 神是我们的福分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陷入软弱 我们可能这个时候把财富、钱财 当作福分 把这个自以为事的事情工作当作 是最重要的福分 把自己的工作当作最重要的福分 所以当我们把神这个福分 跟世上的这个福分 做比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是怎么去看待这件事 如果我们常常想这种问题 有一些事情 虽然对我们是一种亏损 但你想到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那么在意人的一句话 我为什么那么在意这件事 那么在意这件亏损呢 为什么那么在意这个亏损呢 如果我们把神当作福分 当作第一 我们就不会超越了这个标准 我们就不会超越了这个标准 在圣经里面记载 有一个祭司家庭 圣经里面记住一个祭司家庭 叫做以利 他整个服侍的工作失败 他整个服侍的工作失败 他整个家族在神面前也失败了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不是人讲的 而是神认定祂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请看撒末尔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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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末尔记上 我们来看这个 我却说 却不容你们这样行 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重看他 描示我的 他必被轻视 在这里当神前前以利做祭司 在圣经服侍神的时候 在这个 张耶和华简选以利 作为祭司 在圣经里面服侍神的时候 神也对他应许这样说 你看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 你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 这是对于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的一个坚定应许 这是对于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一个坚定的应许 但是以利失败 他患了一个毛病 就是下半段说的 就是下半段说的 尊重我的 我必尊重他 尊重我的 我必看重他 藐视我的 我必轻看他 藐视我的 我必轻看他 如果我们这样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他重看孩子 超越神了 我们可以知道 他是重看孩子 超越神的 每一个人有孩子是很好 很高兴 每一个人有孩子是很高兴的事 刚刚出生的那一天 所有星座爸爸妈妈的都高兴 当他出生那一天 身为爸爸妈妈的都很高兴 但是你要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 不能超越了神的地位 不可以超越神的地位 对人是如此 对人是这样 对财富也是如此 对财富也是一样 对今生的享乐娱乐也是一样 对今生的享受娱乐也是一样 你一旦超越这位神 你一旦超越这位神 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有苦难 在这件事上面就会有苦难 以利祭司服事实 在万民中间被选为祭司 是不简单的一件事 在万民中间被选为祭司 一件不简单的事 当时是在士罗的圣殿 成为 在以色列的朝见神的一个重要地方 当时在士罗 在意识的人 朝建神的一个重要地方 当时 并还没有发展耶路撒冷的圣殿 当时还没有发展耶路撒冷的圣殿 而是在士罗 而是在士罗 这么重要的工作 这么重要的工作 怎么服侍神 会服侍到神去解他跟他的家里人 为什么服侍神 服侍到神会拒绝他和他的家人 原因就是 众看人超越神 把人当作他的服侍 我们珍惜家里人没有错 我们爱家里人没有错 但是你的想法 说法 行为 不能超越对神的那种尊重 不然你曾经做过什么好的活事 也不能站在神面前 要不是你做过什么好的服侍 都不能站在神面前 把这个家庭 这件事 表露在里面 就是要我们明白 所以我们凡事要想一想 凡事我们都要想一想 我们有很多好事 没错 我们可以努力 我们可以追求 我们可以享受 但是千万不能超越了 对神的那一份尊重 但千万不能超越了我们对神的尊重 一旦不小心 一旦不小心 就连这么重要的祭司 就是以利全家在神面前灭亡 就好像以利亚 以利亚 这个祭司在神面前灭亡 所以可见 不能不小心来经营我们自己的信仰 所以不可以不小心去经营我们的信仰 那这句话 那这句话 神是我们的福分 神是我们的福分 对一个基督徒来讲 对一个基督徒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 一生每天的一种认定 是一个一生每一日很重要的认定 我们不能忽略 我们不能忽略 也不能故意忘记 也不能故意忘记 或者假装不知道 或者假装不知道 这些神都知道 这些神都明白的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一下 谁在圣经里面被记载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谁在圣经里面被记载有这样的感动 我们请看诗篇十六篇 我们来看诗篇十六篇 诗篇十六篇 诗篇十六篇 请看第五节 请看第五节 诗篇十六篇第五节 耶稣说 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在这里我们看到 是大卫君王所讲的一个讲证 我们来看得到 是大卫君王所讲的一个点声 神是我的产业 神是我杯中的份 神是我杯中的份 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神的百姓 祂所有得到的拥有 是根据这个见证 这个信仰出发的 是根据这个见证 这个信仰来出发 神是我的产业 神是我杯中的份 我所得到的 你为我保守 真的一个婚姻的见证 夫妻要彼此认定 夫妻要彼此认定 你是我的福份 你是神给我的 今天能够成立一个家庭 今天能够成立一个家庭 是因为神的保守 是因为神在中间 不然的话 对方愿意嫁给你吗 否则对方愿意嫁给你 这个人愿意娶你 这个人愿意娶你 所以我们用一种感恩 用一种见证的这种心态 来去面对我们的人生 所以我们用见证的人生 来面对这个人生 不要认为是自己一手努力去抓取 神不愿意 你今天也不能活 如果我们想的比较细一点 这个时候一秒我在这里 一秒后我们也不知道 有一些人的生命就是这样 一秒前一秒后就是不一样 有些人的生命就是一秒前一秒后 都不同了 就有过这样的记载 他走在街上 结果楼上有人随便丢一个重的硬块东西 有些人在楼上扔一个重的硬的东西 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 而且有一个部分很尖 有一个部分很尖 就从十几层楼这样随便往外丢 就由十几层楼往外扔 那一个人很高兴 走在路上还唱着歌 那个人很高兴 还在楼上唱着歌 就偏偏那一秒 他站到走到那个地方 那个东西转转转转转转 偏偏那个最尖的部分 就插到他的头里面去了 那样东西转来转去 偏偏最尖的地方 就插到头上 那为什么不是后面旁边 那个顿顿的地方呢 为什么不是旁边 顿一顿的地方呢 他转转转转 那个尖的也刚刚好 他那个脚部也刚刚好到那边 尖的地方刚刚好 就是差一秒而已 就差一秒 他慢一秒 他慢一秒 快一秒 那个事情就不会发生 那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他就这样子在走啊 快乐唱歌 就这样被插死掉 当场死了 就这样走啊快乐 这样唱歌 就当场被插死了 这个也是很实际的生命现象 这个也是一个很实际的生命现象 不要以为也不会临到我们 也会的 不要以为不会临到我们 其实也会的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君王的见证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君王的见证 他写了这句话 他写了这句话 真的也可以代表我们人生信仰的写照 也都可以代表我们人生生命的写照 有一次一个信徒跟我这样讲 他说啊 他跟朋友传福音 他说他跟朋友传福音 那个朋友问他 你信什么教 你信什么教呢 我们信徒就说 我信真耶稣教会 信徒就说 我们信真耶稣教会 我们信徒问他 你信什么教 我们信徒问他 你信什么教 这个朋友回答就说 我信睡觉 这个朋友就说 我睡觉 睡觉 都是一个教 都是睡觉 有很多人不认真看待自己信仰的问题 那些人很不认真看待自己信仰的问题 我们可能只是比这些人比较看重一点点而已 我们可能比起这些人只是刚刚看重一点点 但是我们还有很大的距离还没做好 但我们还有很大的距离都没做好 这个可以从平常的行为动作 信仰讲话 看得出来的 这个可以从平时的信仰行为 说法来到看出来 这个我们照圣经标准来看 真的我们要努力的空间还很大 我们照圣经来看 其实我们要努力的空间也很大 不然的话跟那个朋友说 我信睡觉 又有什么差别呢 他不是跟我朋友 我信睡觉 有什么分别呢 真的不注意 我们也是会落入这种不了解 如果我们不注意 真的我们会陷入这个不了解 这一篇被称作是大卫的金诗 这篇被称为大卫的金诗 16节的第一节前面这里写 大卫的金诗 16节前面写着大卫的金诗 表示在他作诗的里面 有几篇特别重要的人生经历的写照 就是在他的诗篇里面 有几篇比较重要的人生写照 所以被称作是大卫的黄金诗歌 所以就称为大卫的黄金诗歌 你不要小看有小小的字写在那边 不是乱写的 所以不要看小小小的字 不是连写的 我们常常没有注意 好像以为这个很容易就带过去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注意 就很容易就带过去了 当我们在看每一个诗篇的时候 当我们看每一篇的诗篇的时候 我们要去稍微探讨他的背景 我们要稍微探讨他的背景 但是为什么会称神为他的福分 你想想看 你想想 他成为神选招高利的以色列的国王 他成为神选招高立以色列的君王 这么多的万民中间 可以说大概几百万人 可以说大概几百万人 然后他被神选择作国王 他作国王以前 他作国王之前 现在西伯伦这个地方 大家就知道他要作王 现在西伯伦这个地方 大家已经知道他作王 但是七年之后 他才登上全国以色列人的国王 七年之后 他才是作为以色列国王 之前他也是去牧羊 之前他也是做牧羊 后来知道 他就是神要用的一个储备国王 他后来知道 神是要他作为一个储备国王 因为扫罗违背神 因为扫罗违背神 神就拆萨摩尔先知高立他 所以神就拆萨摩尔先知高立他 这个过程 后来扫罗王追杀他 这个事情 后来扫罗王追杀他 逼迫他 他做了国王 他面临很多挑战 他都面临很多挑战 暴将的改变 儿子也想做国王要追杀他 而子也想做国王要追杀他 从世界来的苦难还可以打 从世界来的苦难也可以打 从仇敌来的攻击还可以忍受 从内部里面的部将 儿子来的这种攻击 非常非常的难受 从内部的暴将和儿子的攻击 也就很难受 加上他犯罪 所以他的内心肉体外在都遭受很多的迫害 所以他的内心肉体都受到很大的迫害 但是这些他走过之后 他发现 他发现 国王的地位不再是福分 他觉得国王的地位不再是福分 很多国家贡献金银财宝到他那边 他也不认为是福分 他有强大的军队也不认为是福分 他有很多孩子也不当作是福分 他有很多孩子也不当作是福分 他经历过这么多的人生 他唯一的体验 我的福分是什么 就是神 人要用头脑去想想 人要用头脑去想想 可能过去我在社会上很厉害 可能我过去在社会上很厉害 可能你有轰轰烈烈的追求 可能你有轰轰烈烈的追求 有很好的成功 但是当你生病的时候 这些成功 这些事业 对你的生病有什么帮助 但你的生病有什么帮助 人遇到事情就会想 人遇到事情就会想 什么才是我的福分 什么是我的福分 养孩子长大 希望他听话 做一个乖宝宝 做一个好信徒 做一个好孩子 做一个好的国民 成龙成风 万一有一天他不听 现在他不听话 这个时候的感受 父母亲不会以为 孩子是福分 这个时候父母亲的感受 就不会觉得孩子是福分 要想一想 你拥有的一切 其实都是由神 与我们同在这个角度出发的 要从神与我们同在这个角度出发 你要了解我们的本分 是因为神成为我们的福分 所以生命还在 所以我们的生命还在 智慧还在 我们还可以动作 还可以做事 真的要想一想 真的要想一想 我们不要颠倒这个重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 他将他人生最宝贵的秘密 就在这里显明 他将他人生最重要的秘密 在这里显明 然后把这个经验 就用一种诗歌 表达对神的信仰 用这个诗歌来表达对神的信仰 最重要的秘密 神就是我的福分 其实不单单他有这种见证经历 其实不单止他有这个见证和经历 我们来看看一下 彼得他经过他的人生之后 他怎么样做见证 我们来看彼得 经过他人生之后 如何做见证 我们来看《十部行传》第二章 第二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 第二章二十五节至二十八节 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 二十五节至二十八节 小诊转二章二十五节 大卫指着他说 我向见主常在我眼前 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自遥动 二十六节 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 并且我的欲身要安居在子望中 二十七节 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楼坏二十八节 你以将生命的道指示我 必叫我因见你的面 得着满足的快乐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 连这个彼得他也是这样做见证 连彼得也是这样做见证 他说我心里欢喜快乐 他令到我心里欢喜快乐 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 在任何的道路上面 在任何的道路上面 有主的同在帮助 有主的同在帮助 二十八节 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了 二十八节 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了 必叫我应见你的面 必叫我因见你的面 得着满足的快乐 这种见证说法 就是很清楚地把神当作我们 呼气来快乐的 这个就是将神当作我们福气来快乐的 我们再来看十三章的三十五节 我们再来看十三章的三十五节 十三章三十五节 十三章三十五节 又有一篇常说 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流坏 在这里我们看见 在这里我们看见 使徒保罗的见证 他引用诗篇一句话这样讲 他引用诗篇一句话这样讲 就是十六篇的第十节 大卫的经诗里面的一句话 大卫金诗里面的一句话 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熊坏 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流坏 那这句话是表明在一个 以神为福气的人身上的 这个是表明一个人 在神是他福气的身上 以神作为我的福气 这种人的生活身上发生 以神作为他福气的一个人 在身上发生 所以这种人见到神快乐 这种人见到神快乐 被神引导绝对不朽坏 被神引导绝对不朽坏 他有今生和永生的盼望 他今生和永生的盼望 所以这句话所表明的 背后的意义就是 以神当作我们的福气 背后的意义就是 将神作为他的福气 有了 神成为自己的福气 有神作为自己的福气 我们还要求世上的什么吗 还要求世上的什么呢 这是一般世人的追求 这是世上一般人的追求 一直没有满足 一直追追追追追追到 他的世界结束了 又抓到什么呢 一直追到世界结束了 他也抓到什么呢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离开 又能带走世界什么呢 可以看到很多人离开 我们比他们更有福气 我们比他们更有福气 认识这位耶稣基督 认识这位耶稣基督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决定这样做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决定这样做 有没有这样实实在在的追求 有没有这样实实在在的追求 有没有真的把神带到我们生命里面 成为永远的福气 有没有将神带到我们生命中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 为什么说神是我们的福气 为什么说神是我们的福气 这个并不能用物质条件来量 这个不可以用物质条件来说 像现在我们有一些人玩股票 好像我们现在有些人玩股票 都是用利益的观点目的赚钱 都是用利益的观点目标来做赚钱 趁这个股票在最低价的时候买进来 趁这个股票最低价买进来 然后最高价的时候就笑着卖出去 然后最高价的时候就笑着卖出去 人做任何事都有这种利益观念 人做这种事都是有一种利益的观念 好像不是这样为前提的时候 我去做他干什么 好像没有这种事来做前提 就不知道他做什么 但是神要成为我们的福气 但是要神作为我们的福气 要在你的观念里面确定的 要在这个观念里面决定的 要在你的信仰里面去抓住的 要在你的信仰里面去抓住的 然后是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做见证的 然后在你的生命里面做见证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三方面的一种学习 所以一定要在三方面做一个学习 你才会体会到神是我的福气 然后你才会体会到神是我的福气 不然就嘴巴乱讲了 如果一塞进去就忘记了 肉一塞进去就忘记了 那个煲汤一喝进去就忘记了 你刚才讲的话 全部都被这些吃的东西忘记了 然后你刚刚讲的东西都将这些食物 被这些食物忘记了 应该对于神的这种体验 不应该是这么丑碎 神的这个体验不应该是这么草率 我们就来探 我们来探 神是福分 神是福分 我们请看诗篇的七十三篇 我们来看诗篇七十三篇 诗篇七十三篇 诗篇七十三篇 请看二十六节 请看二十六节 诗篇七十三篇第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虚财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所以你讲得很清楚 你讲得很清楚 今天人讲话 今天人讲话 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真理 我们不要当它是真理 在你面前这样讲 在你背后还要碰你几刀出卖你的 这种态度 他在你面前讲说话 在后面和你几刀 这些事情太多了 跟你讲好的 但是后面再讲 是另外一回事 我这样跟你讲好 但是后面讲 是另外一件事 如果我们碰到 用力祷告神就好了 我们如果碰到 用力祷告神就好了 因为神是公义的神 因为神是公义的神 那这里我们看见 作诗的作者说 作诗的作者说 我的肉体 我的心肠衰弹 但神是我的力量 但神是我的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这里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神是福分 神是我们心里的力量 我们最在意的人 我们最在意的人 有时候会对不起我们 有时候会对不起我们 会讲一些话 很伤我们 有时候是你的朋友 有时候是你的工作伙伴 有时候是你的家里人 有时候是你的家里人 常常会有这样的 尤其那种伤到我们的心里 是很重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想 这个时候谁是我的力量 这个时候谁是我们的力量 妥太太是我的力量 娥太太是我的力量 先生是我的力量 anchori我 先生人是我的力量 孩子伤到我 孩子是我的力量 你要去想一想 这个时候谁是你的力量 这个时候谁是你的力量 kobes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讲得很清楚 神是我的力量 今天能够帮助我们心里 再一次得力量的就是神 这个时候 谁让我们心里得力量的就是神 人不是 赚钱也不是 赚钱也不是 我们要搞清楚 能够让我们心里得力量的是神 能够让我们心里得力量的是神 就一个基督徒来讲 就一个基督徒来讲 让我们心里得到力量建立 是因着什么关系 不是你心里想 我有力量就有力量 不是的 不是你心里想 我有力量就有力量 是因着你从耶稣领受信仰的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信仰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信仰 心里的力量对我们来讲 就是以信仰为福分 就是用信仰来作福分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都让你的心里得力量的 让我们手脚重新再 有力量做事的 原来用我们手脚都有力量去做事 我们就来看看保罗怎么做见证 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做见证 不但我们要记住最好记下来 我们不单只要记住最好记下来 因为圣经的话到你太多了 今天感动你明天就忘记了 你今天感动你明天就忘记了 我们没有那种 脱皮脱皮 智慧像耶稣的没有了 我们没有那种特别智慧 好像耶稣那样 感动就记下来 回到家里再想一遍 回到家就想多次 我们来看保罗怎么做见证 我们来看保罗怎么做见证 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五节 第一章第五节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 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五节 第五节 上到你心里无依之言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 罗姨和你母亲有离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心里 在这里保罗称赞提摩太的学习 他说你的信仰非常确实 他说你的信仰非常确实 你这个信仰先从你外祖母来的 你的信仰先从你外祖母来的 传给你母亲 母亲又传给你 母亲又传给你 而且在你的心里面 深深地被建造 而且在你心里面深深地被建造 以信仰传承为福气 以信仰传承为福气 这个要经营 这个要经营 教到阿嬷 经营教导给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将这个信仰 阿嬷 婆婆 祖母 祖母 将这个信仰经营给妈妈 妈妈又经营教给提摩太 妈妈又传承给提摩太 经营教导给提摩太 你想想看这份用心 就在三代之间显明 我们今天教的孩子是什么 我们可能很注意他的不幸 我们可能注意他的不幸 注意他的工作 很注意将来的赚钱 这是本分 但是你不要忘了 信仰一天一天也要经营 信仰一天一天也要经营 如果那些教育那么重要 读书那么重要 如果那些教育那么重要 圣经早就表明 圣经早就表明 但是所罗蒙话说读书多 怀恼多 但是所罗蒙话 读书当怀恼多 那个是需要 但是不是永恒的重点 这个是需要 但是不是永恒的重点 那是一个过程 那个是过程 但你不要忽略了 你在重视这些 也不要忘记 信仰要当作胡云来传教导 但不要忘记你做这些事的时候 不要忘记信仰作为福分 圣经里面谈到信这个字的时候 在圣经谈到信这个字的时候 它有三个内容 第一个 信主的信 动词我信耶稣 动词信 动词我信耶稣 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明词 讲信心 第三个意思 第三个意思 也是明词讲信仰 也是明词讲信仰 神看这个人是看他信心 神看这个人是看他信心 但是这个人对耶稣基督 所有的敬拜活动 就是一种信仰 但这个人对耶稣基督的敬拜活动 就是信心 信仰 信仰 我现在在做这个字的三种解释 我现在作这个字的三种解释 一定要搞清楚 一定要搞清楚 信 在圣经里面有三个意思 信 在圣经里面有三个意思 一个是动词 我信主 我信神 我信主 我信神 第二个名词 讲信心 这是神看人的时候 他要决定 与他同在的时候 就用信心来做标准 神看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以他的信心作为标准 那再来第三个意思是信仰 再来第三个意思是信仰 对神一切的行为敬拜活动动作 就是神对人 所有敬拜活动 人对神 人对神 这个主课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主课一定要提清楚 所以我才特别讲明那个意思是动词 这个是名字 就是要说明这个动词 一定要注意 我们处理神的道理一定要干净 不要随便带过 我们处理神的道理要干净 不要随便带过 因为每一个经文 他所代表的词态不同 因为每一个字所代表的词态不同 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留意 而且那个意思 人对神跟神对人的出发点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人对神 神对人的出发点也都不同 那个意思 那个意思 所以弄清楚以后 你才可以把道理能够领受得清楚一点 所以弄得清楚 就可以将道理领受得清楚一点 才不会迷迷糊糊 遇到事情就分不出来 随便讲 这样不好 所以让我们心里得力量 所以我们就认定神是我们的福分 那个亚撒作诗说 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神是我的福分 所以神存我们心里的力量 就是一种福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以信仰为福分 就是证明神是我们的福分 所以以神作为力量 以信仰为福分 以信仰作为福分 所以神是我们的福分 所以神是我们的福分 这个要学 这个要学 这是第一点我们所谈的 第二点 第二点 为什么神是我们的福分 我们来看诗篇119篇 我们来看诗篇119篇 诗篇119篇 诗篇119篇 第五节 第五节 诗篇119篇第五节 但愿我行事坚定 得以遵守你的律例 我们再来看诗篇416篇 再来看诗篇46篇 诗篇46篇 请看第一节 诗篇46篇 请看第一节 第一节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从诗篇119篇第五节 从诗篇119篇第五节 这里我们看见说 他有这个心智 要在神面前行事坚定 我们来看到 他有一个信心来到 在神面前行事坚定 所以这种心智 行事坚定 这种心智行事坚定 他背后的反应是什么 他背后的反应是什么 他所经验到的一件事 他所经验到的一件事 就是46篇讲的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就是46篇 这里讲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世人遇到任何痛苦 患难 伤害的时候 世人遇到世上的患难 迫害的时候 他们没有避难所 他们没有避难所 不知道往哪里去 不知道向哪里去 求人 人没办法帮助 求人 人没办法帮助 他所有拥有的一切财富 也不能帮助 他所拥有的一些财富 都不够帮助 很痛苦的 所以很痛苦 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 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行事坚定 我们可以行事坚定 其实也面临很多的患难问题 其实也面对很多患难 为什么可以行事坚定呢 为什么可以行事坚定呢 因为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因为神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验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体验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神是我们避难所成为福分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成为福分 对我们个人的人生经历来讲 对我们个人的人生经历来讲 我们必须要以经验神为福分 我们必须以经验神作为福分 我们看到耶稣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 复活升天 然后他的门徒 然后他的门徒 在使徒时代建立教会 欢喜快乐 他们经验到一件事 他们经验到一件事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就在马可福音16章20节那边讲的一件事 是马可福音16章20节讲的一件事 神用神之奇事证明神的道 神用神之奇事证明神的道 然后跟他们同在 然后跟他们同在 所以这样的见证 这样的工作当然快乐 所以这样的见证工作当然快乐 所以这是一个经验神的一种福气 所以这个经验神的一种福气 有的人信主很久没有体验 有的人信主很久没有体验 然后跟他说做见证 然后跟他说做见证 然后传道就跟传道说没有见证 没有啊我不会讲啊 我我不会讲 可能是很谦卑 可能是很谦卑 如果真的没有见证 那你很糟糕 如果真的没有见证就很糟糕 从第一天收拾到现在 一秒钟都没有经验神 应该至少一分钟有 至少一分钟都有 你可以上台讲一分钟的见证 你可以上台讲一分钟的见证 一分钟也不过六十秒 一分钟只是六十秒 一分钟只是六十秒 一分钟也不过六十秒 你都没有经验过神吗 六十秒你都没有经验过神呢 你说我信主三十年 你说你信主三十年 讲见证没有见证 没有经验神的见证 我经验神的见证 不知道神是祂的悲难所 就不知道神是祂的悲难所 没有办法去抓住体验 神是我的福音 他更加没有办法捉住 体验神是祂的福音 所以那些经验的动作 是那些经验的动作 圣经就是描写说神之歧视 圣经就是描写这个神之歧视 至少在祷告里面 有一次神听你祷告吧 至少是你祷告里面 神听你祈祷 如果你已经信主很久的时候 如果你信主很久了 不管你是磨道 悟性祷告和圣灵的祷告 无论你是悟性祈祷 麦土还是 至少有一次有听 至少一次有听 真的 至少有一次神一定听 至少一次神没听 不信 你试看看 不信你试一下 吃饭前没有磨道的 吃饭前没有蜜桃的 我不敢问你要不要举手 没有磨道 你吃饭是不是要磨道 吃饭是不是要蜜桃呢 奉主神明祈祷 感谢主给我吃 奉主神明祈祷 感谢主祈祷 你心里会这样想吗 你心里面有没有感想吗 这一切都是你的赏识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你摸到我 你是不是吃了 有蜜桃是不是要吃了 至少神有听你祷告 所以你可以吃嘛 至少神听你祷告过 你就吃了 你摸到我就是吃了 有蜜桃就是要吃了 神吃了让你吃了 神让你吃了 神听到的让你吃了 神听到就让你吃了 你做一点点的要感谢 你一点点你都要感谢 如果有一天身重病 你看你那个饭都不能吃了 你生重病 连饭都不能吃了 水都不能喝了 连水都不能喝了 所以是不是要蜜桃呢 蜜桃呀 你就会深深体验到 神是我们的避暗所 所以祂是我们的区分 我们再来看 这个耶利米苏第十章 我们再来看耶利米苏第十章 耶利米苏第十章 耶利米苏第十章 请看十六节 请看十六节 十章的十六节 十章第十六节 十六节 瓦角的份不障者设 因祂是造作万有的主 以色列也是祂 产业的支派 万军之耶利米苏 华是祂的名 在这里谈到一件事 在这里谈到一件事 先知耶利米 先知耶利米 宣告 神是创造万有的主 神是创造万有的主 这个选民以色列 也是祂的产业百姓 所以记这一点 神是创造万有的主 神是创造万有的主 所以神是我们的福分 所以神是我们的福分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光是造我们人类 光是造我们人类 祂没有造那些植物蔬菜 祂没有造那些动物 只有有人 然后全部都是土跟石头 我们怎么活 然后全部都是土跟石头 我们怎么活呢 因为神造得很完全 所以神造得很完美 造得非常完美 做得非常完美 该怎样就怎样 他不用人来教 他不需要人来做 造作这一切万物 他造作这一切万物 造作这一切万物 造作这一切万物 一切万物 并且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并且赐给我们生命气息 又把万物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感受到 这都是福气 所以我们感受到这些福气 你如果到医院 看过人家用那个氧气 帮忙呼吸 如果你去到医院 看到人用氧气 帮忙呼吸 我看太多了 我看过他 在吸氧气 我有看过他在吸氧气 然后医生说不行 然后就在我们面前 拔掉氧气 就这样走了 然后在我们面前就说 刚刚他还在用氧气帮助 刚刚他还在用氧气帮助 把家属签完说 不行了要死了 医生才拿掉氧气罩 家属签了名说 不行了要死了 他现在不能呼吸 他现在不能够呼吸 你如果有良心 如果你有良心 你会感觉的 你会感觉到 我能呼吸是福气 我能够呼吸是福气 我能有氧气息也是福气 我能够有氧气吸是福气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你想想看 真的这位神 祂是创造一切万有的 所以能够认识祂 是一种福分 所以能够认识祂 是一个福分 今天我们到死 我们不一定要认识特首 今天我们到死 不一定要认识特首 他一辈子没有到你家 也没有影响 他一辈子没有对你家 都没有影响 所以说一定要见到他 我就生命有力量 不一定 所以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 认识祂就是福分 认识祂就是福分 那我们要认识祂最好的方法 我们要认识祂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学习祂的真理 就是要学习祂的真理 明白祂的真道 耶稣作见证这样说 耶稣作见证这样说 为我作见证的就是这本经 为我作见证的就是这本经 就是真理见证祂 就是真理见证祂 那我们要认识祂 我们要认识祂 知道祂是创造万有世界的 知道祂是创造万有世界的 那我们要把它当作我们的福分 我们就是要去做好一切认识祂的动作 我们就要做好一切认识祂的动作 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记载 认识真神耶稣基督就是永生 认识真神耶稣基督就是永生 这个就是永远的福分 所以我们常常讲祂创造宇宙万有 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好好认识祂 我们常常都说祂创造宇宙万物 那我们要怎样认识祂 就是要回到圣经真理去学习去明白祂 就是要回到圣经来学习 明白祂 我们再来谈第四点 再来看第四点 请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 先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 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 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 第二十四节 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 因此我要仰望祂 凡等候耶和华 心里寻求祂的 耶和华必知恩忽祂 在这里先知宣告说 神是我的份 神是我的份 我要仰望祂 我要仰望祂 等候祂 心里寻求祂 心里寻求祂 神必施恩给祂 神必施恩给祂 所以在这里 为什么先知宣告神是我们的福分呢 在这里 为什么先知宣告神是我们的福分呢 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可以去体验的 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可以去体验的 因为祂是施恩的主 还有祂是施恩的主 有很多人在拜祂拜祂聖的生礼 有些人在这里拜神去祝这些生礼 圣礼 拜偶像 圣礼 圣礼 拜死鸭死鸡 什么水果的东西 用那些拿出来 那些都是圣礼 放在拜的神面前 放在拜的神的面前 他是假的神 又不会施恩 今天我们拜的主 是施恩的主 是我们的分 我们仰望他 等过他 寻求他 因为他是施恩的主 所以他最有条件 成为我们的福分 有一个老妈妈 92岁 那间教会我负担4年 4年中间 我可以算得出他几次没有来教会 4年之间可以数得出几年 那个教会 他们一个礼拜 只有礼拜二 跟礼拜天晚上没有聚会 那间教会只是礼拜二 和礼拜日是没有聚会 其他时间都有聚会 其他时间都有聚会 安息日当然是上下午 安息日当然是上下午 但是我的印象 他没有来教会 不会超过五次 但我的印象 他没有来教会 不会超过五次 4年当中 至少我在的时间 他不会超过五次 至少我在这里的时间 他没有超过五次 他如果不来 就是身体不舒服 生病了 如果他不来 就是身体不舒服 所以他从88岁 开始到92岁 这4年 所以他从88岁 至92岁 这4年 14年 他几乎天天常常聚会 他几乎 我们承认他是私人的主 但是我们的表达 是要常常亲近他 但是我们的表达 是要常常亲近他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老妈妈 92岁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老妈妈 他是以聚会为福分 他以聚会为福分 我真的问过他 我真的问过他 为什么 你年纪那么大 慢慢的走到教会 你都来聚会 他跟我讲一句话 他跟我讲一句话 田传道 我以聚会为快乐 我聚会的时候 我感觉到神在中间 我聚会的时候 感觉到神在中间 一个老人家 讲这么简单的两句话 一个老人家 讲这么简单的两句话 但是我一辈子记得 但我一辈子记得 因为他真的做到 因为他真的做到 我们常常说 神是私人的主 但是你用什么来 当作福分的观念 但你用什么来作为福分的观念 最起码用聚会来作福分的表现 最起码用聚会来作福分的表现 你把它当作福分 你这个动作不会缺少的 你这个动作不会缺少 你无论如何都想尽办法 那是你跟神的关系 这个是你跟神的关系 你不来 你有你的理由 那也是你跟神的关系 你不来 都有理由 这个就是你跟神的关系 但是你不要讲理由 你真的做到的时候 你根本什么事都不是理由 如果你不讲理由 只能做到 什么事都不是理由 真的是这样的 真的这样 你会感受到那种 用聚会当作福分的见证 你会感受到聚会福分的 用聚会当作福分的见证 用聚会当作福分的见证 早期信主很困难 早期信主很困难 我看到很多教会的长辈 我看到教会很多的长辈 他们晚间聚会是没有灯的 他们晚上聚会是没有灯的 在一个村落跑到大家讲好几点 跑到河边 在河边聚会没有灯 在村落跑到河边去聚会 因为村里面 会抓会打 因为在村里面 会抓会打 那个警察也跟着会抓人 那个警察也会跟着会抓人 所以我们台湾早期也这样 所以我们台湾早期也这样 但是他们还是聚会 但他们都是聚会 跑到河流旁边 跑到河流旁边 看得到圣经 看不到 听不到圣经的 准备领会的人 他白天就准备背好了 所以准备领会的人 早上就要背好了 然后晚上去那边 他用背就讲了 然后晚上去到那边 他就背着讲 大家唱 祷告圣灵很大声 祷告圣灵很大声 完了每一个都很喜乐回家 每一个都很快乐地回家 暗暗地走 暗暗地走 你想想看 你想想 当时要信这一宿教会 很多外邦人用邪术 要弄死我们的人 当时很多外邦人 要用邪术弄死我们很多人 大家不怕 但是大家都不怕 来信 后来慢慢有教会成立 然后慢慢有教会成立 这些动作都不影响聚会 这些动作都不影响聚会 结果大家靠神的圣灵圣过 大家都靠圣灵来到圣过 早期都是这样 我小时候看见 小时候都看见 但是我们现在就不同了 但我们现在就不同了 都没有外在的逼迫患难 梦外在的逼迫 是我们心里面 自己产生那种软弱 是我们心里面产生那种软弱 好像觉得聚会是负担 好像觉得聚会是负担 这样不太好 这样就不是太好了 圣经也一直在劝勉 不可停止聚会 圣经里面也都劝勉 不要停止聚会 所以我在用这两个时代的时间 兼信徒来看 所以我用这两种时代的信徒来看 我就发现那种热忱 应该要重新回到我们心里的世界 应该要重新回到我们心里的世界 就像那个老妈妈 就像那个老妈妈 用聚会当作福分 将聚会当作福分 所以她所有的感谢都是 感谢神的赏识 所以她所有的感谢 都是感谢神的赏识 所以想到这里 真的我们要努力的空间还很大 我们要努力的空间真的很大 各位今天能来 这都是福分 所以大家今天来到 至少我们知道 所以再忙我们也来了 最少我们知道 再忙我们也来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神在我们中间 我们再来看第五点 再来看第五点 请看诗篇23篇 第五节 第五节 诗篇23篇第五节 诗篇23篇第五节 我们在这里看到 为什么神是我们的福分 我们这里看到 为什么神是我们的福分 这里讲 这里讲 神在我们的敌人面前 神在我们的敌人面前 让我们不缺少吃喝 让我们不缺少吃喝 又用油膏 就是用圣灵 他浇灌了我们 用油膏 就是圣灵 叫我们 让我们福被忙 让我们福被满意 这里讲的敌人 这里讲的敌人 我们尽量在属灵的解释 就是讲我们的问题 患难 灾祸或什么的 这个在属灵的问题 就是讲患难 灾祸 这些 可以表征着 一个敌人的现象 这些都可以表征着 敌人的现象 我们有时候要亲近神 也非常困难 我们有时候要亲近神 好困难 怎么办 怎么办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如果你把神当作福分 你一定会想进办法突破 所以很直接让我们感觉的 用最大的话来表达的时候 也就是说用作圣功 成为我们的福分 我们常常讲福杯满意 我们常常说福杯满意 最好的得到就是你 付出福事主做圣功 最好的就是你付出得到的 你要奉献时间 奉献时间 奉献体力 奉献体力 奉献你的智慧 那相对的你在世界的生活会少一点 相对的世界的生活会少一点 但是你因为做圣功 但是因为做圣功 神不会让你 做主公落空的 做主公落空的 会有很多的恩典 有很多的恩典 福气就这样来的 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福杯满意 就是要以作圣功为福分 就是以作圣功为福分 所以有时候我们弟兄会作圣功 或者姐妹作圣功 弟兄作圣功或者姐妹作圣功 我们在家里的人要支持 做圣功一定有福气 做圣功一定有福气 一起懒惰躲在家里 一定没有福气 一切懒惰躲在家里一定没有福气 你要这样想 你要这样想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想 一个圣生当传道的人 一个圣生作为传道人 其实他家里全家要做到 把圣生爸爸献给神 全家人都要将他圣生 爸爸来献给神 不简单 家里不配合 家里不支持 不能远行 不能到远的地方做圣功 只能在电话给你哭就好了 回来了 跟这个总会讲了 人家当传道都在家里旁边 天天回家 人家做圣道的 天天都在家旁边 天天回家 你说怎么做 你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一个人当传道 全家也在做圣功 一个人做圣道 全家都在做圣功 你看我们自己的丈夫在家里 你看我们自己丈夫 有时候丈夫上班忙 还没回来 换一个电灯 不会去太太 政府放在哪里了 换电灯都不见了 什么丈夫 有时候放工回来 先生还没回来 要换一个电灯 电灯就会在那里 夫妻就会觉得不习惯 夫妻就会觉得不习惯 所以其实做很多事情 要有一些奉献 我们不敢讲牺牲 所以做很多事情 我们都要奉献 但不是讲牺牲 要讲家里 每一个家里都有困扰的地方 每一个家里都有困扰的地方 你想一想 我们自己真的要懂得 以做圣功为乎婚 我们自己要懂得 做圣功为乎婚 你再做就要专心 不要正在做有点困扰 哎呦不要 我没有空 我家里 我还要洗衣服煮换 你怎么做圣功 就是要以做圣功为乎婚 做圣功绝对不会落空 做主公一定不会落空 有一些人 他在很多地方会注意 有些人在很多地方都会注意 神一定会纪念你的付出 神一定会纪念你的付出 不管是任何方式 你会慢慢体会到 湖碑满意的见证 你会体验到福杯满日的一个天征 我们再来看这个最后一点 再来看最后一点 请看116篇 请看116篇 116篇的13节 请看116篇第三节 对不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6篇 我们再来看26篇 26篇 26篇 我们来 对不起 对不起那个116篇的13节 116篇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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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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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说我要举取救恩的杯 作者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称赞颂扬扬神的名 称赞颂扬神的名 救恩的杯 救恩的杯 这一件实价救恩的恩典 真的是我们的福气 真的是我们的福气 藉着实价救恩 藉着实价救恩 表明了赦罪的洗礼 表明赦罪的洗礼 耶稣担当我们的罪 也不是你用你的所有的财富 可以买来的 不是用你所有的财富可以买来的 这个救恩的杯 就是神的福分 就是神的福分 所以我们领受救恩的杯 就是把神当作我们的福分 就是将神当作我们的福分 这里对我们来讲 所以这里对我们来讲 我们要以得救为福分 我们以得救为福分 不管今天我们怎么生活 不管今天我们怎么生活 顺利不顺利 顺不顺利 快乐不快乐 我们就是要以得救为福分 我们就是以得救为福分 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 你才能够面对你自己的人生 我们才能够面对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们看见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对于神是我的福分 对于神是我的福分 有最强烈的信仰表现 圣经也记载这样的人 圣经也记载这样的人 我们可以来笑话他 最后来看福利比书第三章 最后来看福利比书的第三章 福利比书的第三章 七节八节 七节第八节 福利比书第三章第七节 只是我先前以为 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 都当作有损的的八节 不但如此 我亦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自保 我为他以经丢弃万事 看作困土 为要得着基督 我们看到保罗 他这样做见证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样做见证 他信主之后 他信主之后 成为神的门徒之后 成为神的门徒之后 把万有当作有损的 他当万有作为有损的 然后以认识耶稣基督为真正的自保 然后以认识基督为真正的自保 把万事当作困土 将万事当作困土 所有一切的动作 为了要得到耶稣基督 这真的是一个 亲自来见证 神是我福分的一个人 真的不简单 圣经把它记载下来 除了要见证 他是这样一个人 除了要见证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当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 也要效法这样的人 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 都要效法这样的人 真正的来表明 以耶稣基督为自保的一个生活 真正是表达到 将主耶稣基督为自保的一个生活 见证了神是我的福分的生活 见证神是我的福分的一个生活 耶稣祝福大家 我们最后就一起来做祷告 在最后来作祷告